截止到5月11日小编发稿时 美国确认人数已经达到137万余人 死亡人数也已突破8万 虽然有21万多人被治愈 但是跟庞大的确诊人数相比 可能连零头都没到 其实美国的疫情发展直接 看数字已经变得十分麻木 但美国的失业率却真实地反映了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 创二战后美国新高的失业率 在疫情没有得到暂停甚至拐点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派发的已到账的1200美金纾困金 基本是杯水车薪 于是一项新的发钱计划又在路上了 这份发钱计划由美国著名的政客 刚刚宣布推选美国总统的伯尼桑德斯带头提出 又另外两位参议员鼎立背书的 名为每月经济危机支持法的发钱法案 从法案名称可以看出 这个法案规定的补贴不是一次性到位 而是每月一次 简单来说就是每人每月领2000美金 直到疫情危机结束 法案规定任何美国居民 只要夫妻联合报税低于20万美元 户主身份报税低于15万美元 以及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 个人报税人均可领取 但是条案规定 非居民的外国人及被抚养人不可接受补贴 此刻相信小伙伴又该心里打着小算盘 自己能领多少了 那么小编就帮大家算一下 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单身狗 那就是2000美元一个月 如果你已婚有了配偶且符合条件 那就是4000美元一个月 如果你不仅已婚还有可爱的孩子 那么除了您和配偶的4000以外 多一个孩子就多2000 上限为三个孩子也就是6000美元 所以此刻的人生赢家配置便是已婚三娃 每月1万美金轻松到手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点沉 这个补贴力度之大 跟美国的失业率一样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根据美国养老金网站公布的数据得知 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平均数为5万美元 中位数为32838美元 但是我们知道1%的美国人掌握了99%的财富 所以平均数不太能说明问题 真正需要纾困金帮助的 是那99%的中低阶层收入人均 那么这个补贴可以说是远超他们的年收入了 并且是白拿 这项法案目前还需要投票通过才可实施 但是目前疫情对美国居民的生活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 所以这笔新的纾困金可能就是九名稻草 加之桑德斯的影响力与政治角色力 这项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将会很大 虽然乍一听这非常疯狂 可是这次疫情在美国的疯狂程度 大家又有谁在之前能想得到呢